大概三点多 check-in到酒店 然后就跟producer聊了一下天 就是确认一下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导演大概是打算 当时说打算八点钟来跟我来见一下面 然后聊一下 对 基本的一些问题吧 就是我这边和他那边的 安排还有一些剧本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接着我就睡了一下 感觉很冷很凉 然后感觉又睡了好久 然后一看时间 其实也才只睡了一个小时 因为今天比较早嘛 今天早上的是四点多起床的 然后五点钟出发去机场的 所以确实比平时要早了两个小时起床 然后飞机上也没有休息 就是飞机上在看剧本嘛 然后睡完之后就到六点多 六点多快到七点 然后我就没打算先去吃东西 然后就把我今天在飞机上整理的一些问题 又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又有一些问题需要网上去查一下 比如说关于这个博士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所以又看了一下博士生在美国的话 一般是读多少年 然后他这几年大概是什么安排 是什么的流程 然后学哪些东西 哪些任务大概都要花多少时间 然后之前他怎么申请的 然后再反过来看我这个角色 他在这个方面在这里学了多久 然后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因为他是班里面岁数最大的一个学生嘛 然后也是压力最大的 家里有又有小孩孩子 所以这些都是导致他 最终的那个结果的一些因素 所以他是他有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想要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他又有这些障碍 然后为了达到这些 这个目的的话 他有有了有他的一些策略 这个东西要非常清楚 否则的话这个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没有一个根基 所以做这些功课就是 为这个人物填充各种基石 就是让这个人不是一个空的 不是一个表面上在演这个假的 他的这个他的行为他的事件 而是他本身他就非常清楚 他是什么人啊他要干什么 他遇到什么困难 所以他做的每一个 每一件事情做的每一个决定 和每一个选择都是 是会能找到理由的 后来导演跟我说他有别的事情 又耽误了 然后9点钟才过来 那我就下去先下楼去买点东西 可能吃东西来不及 买点东西回来吃吧 OK 我们出去 这个酒店位置还挺好的 刚才我一来我就说 那个赛车就在这附近 就在前面的街 不是那种特高的楼 但是也有9层 当我要求了有个酒楼 在酒楼中的话 而且有窗 就挺好的能看到外面的 I forgot to ask Black person in the cruise? No, so My food is in the car and in the car ah ok is the car the voucher already give to me? Yeah, so I tried to win the car oh it's there right in the car right 我打算去那个Tradergoes 前面就是那個叫做什麼公園吧 然後那邊是湖 那是密西根湖 Pake the market Barkfast Lunch 看一點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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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開一下 他的前方 Massage 海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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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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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